我命救命 等左灵右舍赶回来后 看到这一幕后 傻了 娘 你没事吧 爷爷奶奶 有没有伤着你 放心 没人能伤的娘亲 娘已经把棉花床入抢回来了 待会儿就给你妹妹和小虎 改成新床入 早点睡吧 娘 我想妹妹了 娘也想妹妹了 你放心 娘明天一定把妹妹接回来 嗯 当初王叛帝出生后 家里的房子躺 张翠花说 王叛帝是灾心转世 原主妹的缺心眼的 为了王家的安宁 真把孩子送到了念慈眼中 原主根本不是什么圣物 他就是蠢 师傀 等着瞧吧 和王家的恩怨还没完 以后有的闹 但是我陈小草 绝对不受一点点委屈 半夜 陈小草突然被一阵狼的嚎叫声 和王二主的惨叫声惊喜 母狼正咬着王大林的命根子不松 救命 等左灵右舍赶回来后 看到这一幕后 傻了 但母狼还不知道 是不是狼王的媳妇 但要是 狼王要是知道 桃花村的人伤了他媳妇 一定会带着群狼下三夫仇的 到时候 桃花村就不得安宁了 众人就这样眼睁睁的 看着母狼咬着王大林的命根子 死命往下拽 突然 有什么东西被拽散了 王二主 你爹晕过去了 母狼转身跑了出去 屋里却迟迟没有动静 王二主 母狼跑了 王二主 这才从屋子里面跑了出来 赶紧把你爹送到随医神了 王二主 看着下半身 不停流行的王大林 吓得险些晕过去 苍天哪 老头子 这母狼怎么突然就跑出来 咬了王大林 还专门咬他的命根子 这母狼看着也不像 是会主动伤人的 刚才不就没伤咱吗 是不是复仇来了 还是说 王大林大半夜的 想干点什么坏事 被母狼看见了 就跑出来咬他了 陈小草看着地上那一滩血 只觉得恶心 母狼不会无缘无故的攻击 肯定是王大林干了什么 陈小草看着地上的脚印 明白了什么 嗨样子 王大林是想毁了我种的菜 被母狼发现了 这才跑出来咬了他 果然是投机不成十把米啊 这下好了 硬根子没了 成太尖了 这以后在村里 肯定抬不起头来 很好 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 分头 孙医生家 这 这得去镇上的医药馆 我这里处理不了啊 不过 这会儿肯定是要先止血 这得用上金疮药了 王二柱 一听 要用金疮药 心里一阵紧张 那可是一块钱啊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拿钱给你爹止血 那 那可是一块钱 王二柱 你要眼睁睁看着你爹死了吗 赶紧往出拿钱 我 我没有钱 娘 你不是有十块钱吗 你拿一块钱出来吧 那是我和你爹的棺材本 你也惦记 我告诉你 我不拿 要拿你自己拿 要不你就看着你爹死了 大柱 大柱你要是还在多好啊 你爹就有救了 拜好了 王二柱 张翠华 你们要是还想救汪打念 就赶紧往出纳欠 那 我和我娘一人拿一半 我拿五叫钱 听啥我拿五钱 你是我儿子 你要拿大头 你拿九钱 我拿一钱 这和我权出了有啥区别 没钱就别致了 还回家烧了吧 陈小草 你说啥 你没安好心 我当然没安好心 不然我怎么会来凑热闹 看看你们这对好母子 是怎么藏钱不往出拿吗 不会真是个无底洞吧 我可不想没完没了的 我的钱是要留给儿子的 给一个快进棺材的老东西 也太亏了 你们到底治不治 治 拿钱 二柱 让大家都看看 你是个男人 娘 我真没钱 你问下孙医生能不能设账 以后你和爹慢慢还 二柱 你听一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你爹快死了 你不拿钱救你爹 还让你爹以后想法 有你这样当儿子的吗 爹啊 你赶紧死吧 你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烧很多纸钱的 保证你在下面过得和皇帝似的 老头子 你死了 我现在就下去陪你 张翠花要去撞墙 一个人也没拦着 就这么撞上去 张翠花当场破了头 晕死过去 娘啊 这种时候 你贴什么乱子 现在好了 又上了一个 还是生生假生 明天直接吃喜吧 哈哈 王二柱 你要是又量行 就赶紧纳欠揣给你叠麻治病 王二柱骑虎难下 只能被迫拿钱出来 看完病回家后 李凤萍上来就质问王二柱 这两个老不死的花了多少钱 一块 啥啥啥 一块都是你出的 你傻啊 凭啥你出 凭啥老东西不往出拿钱 娘撞门上晕了 咋往出拿 那陈小草呢 他咋不拿 他往出拿钱 他不问我们要以前欠了老大的钱就不错了 不行 这亏不能吃 对了 你赶紧去翻一下 他们两个人带过来的包裹 说不定里面有钱 把那一块钱拿回来 再把剩下的人拿过来 这 要是爹娘醒来 发现钱没了咋办 你傻啊 你不会说没见过吗 他们现在人是不行的 能知道啥 要问起来 就说是他们自己丢了 实在不行 就说是陈小草偷的 这是个好主意 王二柱跑去翻找王大年的包裹 却啥也看不见 你娘可会藏东西了 不会放在那么显眼的地方的 李凤萍开始翻张碎花拿过来的衣服 每一个都仔细摸索了一下 找到了 还真有钱 凤萍 你可藏好了 千万别被发现 放心 钱还是藏在老地方 这下输心了 花出去的钱总算是回来了 哎 这两个老东西 以后有的麻烦了 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 可不是 要是佛大命大活下来了 以后可得吃我们的喝我们的了 也就是老大师的短命鬼 他要是还活着 这些破事 哪里轮得上家来管啊 直接人给他拉倒 陈小草在窗户下听得真真切切 他爬上屋顶一定会被发现的 但是狼要是爬上去 可没那么容易被发现 第二天一早刚出门 就遇见母狼叼着钱 这是你从屋顶上拿到的钱吗 母狼点点头 干得好 那么多年 那帮不要脸的 从我家搜刮走了多少钱 也是他们刚往回来的时候 这下有意思了 肯定会有热闹看了 吃了早饭后 陈小草先去了念慈安 妹妹 姐姐 想不想娘 娘我什么时候能和你回家 娘今天就接你回去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娘不会骗你的 太好了 叛递可以回家了 从现在开始 你不叫叛递了 你叫锦里 锦里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幸运的星星的意思 娘把锦里接回去以后 我们家一定会每天都要好运的 好呀好呀 我要给娘和姐姐好运 陈小草和念慈安交接完后 赶往县里的药区 这人善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是我从山上挖到的 这人善很完整 去的也没有被弄乱 再假装有五十年年线了 是很珍贵的好药材 你开个价吧 一百二十块钱 有点多了吧 一百一十块钱怎么样 孟郎中是个爽快人 行 一百一十我出了 陈小草 你一个女人家 带钱上路 要小心 别被人顶上了 谢孟郎中提醒 陈小草走出药铺后 就赶着驴车往村里走了 孟郎中说的也不错 要是有一个藏东西的地方就好了 不对呀 我不是有空间吗 嘿嘿 说完 陈小草用意念进了空间 里面鸟与花香 牲畜成群结队 连空气都是甜的 她防治完前后 马上就出来了 我的命根子 我的命根子啊 太阳子 王大年这个老不死的醒过来 发现自己变太监了 我王大年以后还怎么见人 我以后死了都不能有个全尸 都怪陈小草 要不是他野狼入室 老头子的命根子 也不会被狼给咬了 儿子 你去把陈小草打一顿去 我怕那头狼跳出来 咬了我的命根子 娘 你也不想让我变成太监吧 那就这么放过陈小草吗 娘 这要是想整一下陈小草 倒也不难 就看你能不能豁得出去 你是不是想出了啥办法 咱可以做一份饭 给陈小草送过去 往里面加点迷药 村尾的里二狗是个老光棍了 咱把他们两个弄得睡一个被窝里 再把洞结弄得大一点 傲事后 陈小草就要被进出笼了 还怕那两间大瓦房和院子 不是咱的吗 凤婷 还是你有办法 咱就这么干 二主 你现在就去做饭去 我 我不会做饭 娘 还是你去吧 哎 以前这种活 都是陈小草干的 张翠花没办法 只得出去做饭 等着瞧吧 陈小草 厨房里的好东西 马上就是我的了 张翠花把野菜汤堵好后 搬去陈小草房间 小草 老东西 谁让你过来的 我是来给你送我饭的 哟 这是给我做的 对对对 这是娘特意给你做的 要不是家里没口粮 娘就给你做面条吃了 赶紧趁热吃了吧 陈小草瞥了一眼张翠花 她眼角的阴谋 根本藏不住 老东西 你会这么好心 这里面铁定加了老鼠药 娘怎么会加老鼠药呢 娘有那么去的吗 你有没有 你心里没点低数吗 你说这汤没问题是吧 行 你当着我的面 给我喝下去 娘不饿 娘特意留给你吃的 陈小草一把把饭盆抢了过来 张翠花以为她要喝下去 一脸兴奋 结果陈小草端着去了院 村长 李大哥 你们帮我个事 咋了 村长 你先到我家院里留一会 李大哥 你帮我把孙朗中叫过来一下 你病了 这个老东西 刚才给我拿了一盆野菜汤 我怀疑这老东西 给我下毒了 让孙朗中过来咽不毒 你不想喝就算了 凭啥诬陷我 你去请孙朗中过来一趟 村长 你不会真信我给他下毒了吧 等孙朗中过来再说吧 你放心 要是这汤那面谋杀问题 我就让陈小草给你配礼道歉 不一会 孙朗中和李狗胜满头大汗的回来 孙朗中拿出银针 放个汤里面看看 拿出银针后 并没有发黑 银针没有发黑 这汤里没有什么毒 看吧看吧 我就说我没下毒 村长 刚才可是你说的 陈小草把我冤枉了 光是赔礼道歉可不行 他还要赔我钱 十块 一块都不能少 这汤里虽然没毒 但不代表没有加进去其他东西 像是谢药的话 银针就查不出来了 我先闻一下 孙朗中拿过饭盆 仔细闻了闻 呃 这里面加了迷药啊 迷药 杨翠华 你往这唐的家迷药给陈小草喝 你想赶啥 不会是想把陈小草给浓混过去 自点什么坏事吧 以前也不是没见过 有人这样涉及陷害的 我没有 我一个老婆子 从哪里弄迷药这种东西 孙朗中 你不会和陈小草是一伙的 故意说我这个老婆子害人吧 抓个老鼠喂下去就知道 我刚才抓了一个老鼠 用老鼠试一下 陈小草把野菜汤给老鼠灌了下去 老鼠刚刚咽了下去 水晕过去了 张翠华 你现在还有煞手的 我不知道 反正我没有下迷药 村长 接着是 我一定要一个说法 张翠华 你说请出 你到底为煞药给陈小草下迷药 你到底想赶杀 我没下 我就是没下 当着村长的面 你都不承认是吧 行 去镇上 找公社 你要是还不承认 我就去县里找书记 别 别 我不要上公社 那你老实交代 你到底要赶杀 我 我就是想把陈小草给迷药 让他没了清白 被禁猪笼 张翠华 你太取得了 有你这么当人的吗 人家陈小草 以前当牛做马的伺候你 你这么害人家 我 我也是听了凤婷的话才这样的 这死老太婆 竟然把我给卖了 看我怎么收拾她 张翠华 这是是你仔细惹拽 干净给人家陈小草 赔了道歉 村长 这光是赔礼道歉可不成 刚才这老太婆也说了 光是赔礼道歉可不行 要赔偿十块钱 你疯了 十块钱 她又没有真的喝下去 用不着赔钱吧 小草 我跟你赔个不是 行了吧 我赔 赔老娘钱 我就不赔 你能把我咋样 陈小草转身就往外走 陈小草 你干啥去 去县里 告证 张翠华慌了神 她知道陈小草 现在是说得出 就做得到 我赔我赔 行了吧 张翠华 只得去礼物找钱出来 她把所有的衣服 都给抠出来 仔细翻找了一下 却没有发现一分钱 我的钱啊 我的棺材本啊 没了 都没了 张翠华 你是不是故意 不想给陈小草倩 我没有 村长 我真没有 我的十块钱真被偷了 我要报官 我一定要报官 那你去找村主任吧 张翠华慌着大屁股 赶紧往处跑了 有外贼进入的痕迹 可能是内贼干的 是他偷的 一定是他偷的 卓华要有证据 你那什么整命 是陈小草偷的 我没偷 我老头子没偷 我儿子 儿媳妇没偷 那就只能是陈小草偷的 老东西 你别像疯狗一样 万咬人 我那钱是有标记的 左下面被我磕破了 磕出了一个裂口 主任 劳烦您搜一下我的屋子 我的屋子里的确有钱 但是 那是我男人留给我 在我的床路下面 有一块钱 但是我有话在先 要是没有搜到张翠花的钱 他冤枉我这事 怎么算 按照村规 冤枉别人 仗则二十 有主任这话 我就放心了 请您进去搜吧 张龙和赵虎走进了东屋 出来后 两手空空 你 你不为老百姓办事 你不配当主任 说我不为老百姓办事 是吧 行 我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给老百姓办事的 张翠花冤枉陈小草 打二十大棍 张翠花想跑 赵虎拦住了他 一脚 把他踹到了地上 主任饶命啊 二十棍子打完 张翠花直接晕死过去 陈小草看都不看一眼 转身走了 接两闺女放学去 娘 珍珠 锦礼 你们放学了 嗯 一天上学感觉咋样啊 娘 上学好好玩啊 我喜欢上学 我也喜欢上学 你们喜欢上学就好 王娟停下了干活的动作 一脸羡慕地 看着陈小草的两个孩子 这就是锦礼啊 长得真可爱 这笑脸肉嘟嘟的 一看就是很有福气的 我要是也能有个 这么可爱的闺女就好了 王娟和李狗盛成亲三年 一直都没有孩子 李大沈倒是个大度的 说这种事情抢求不得 该来的时候也就来了 锦礼 叫王沈 王沈 哎 乖孩子 珍珠 锦礼 你们在这里等娘 娘把地理的活干完 就带你们回去 咱今天晚上和李大叔 王沈一块吃饭 好 重新走回田地里后 王娟一边干活一边说 小草 我真羡慕你 有这么好的福气 争出两个懂事乖巧的闺女 哎 我啥时候能有个孩子啊 王大姐 你这么善良 老天一定会让你有孩子的 听师父说 好人有好棒 王沈是个好人 肯定会有小宝宝的 王娟听着正暖心的话 笑了起来 不然 王娟感觉一阵不舒服 开始干呕起来 王大姐 你 可能是天气热的吧 话音刚落 王娟又开始干呕起来 不会真怀上了吧 走 王大姐 我带你去找孙郎中 陈小草牵起王娟的手 实在借着这个机会 给王娟把脉 脉象如走猪 是喜脉 孙郎中家 给王娟把脉吼 孙郎中面露喜色 恭喜了 这是喜脉 你怀孕了 王娟大喜 不敢置信 真的吗 真的吗 是真的 是真的 太好了 小草 你听见了吧 我怀孕了 我有孩子了 是啊 恭喜你 小草 警理刚说我会有孩子 我就真怀上了 警理真是福星 这么好的孩子 张翠花仔就不待见他 跟说他是灾星 那个老婆子 说话就是在放屁 别管他 刚挨了二十大棍 脑袋前后都有伤 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活过这个夏天 早点死了拉倒 王娟知道 陈小草和张翠花之间的恩怨 换做是他 他也会这么对张翠花的 根本不可能原谅 孙大姐 太阳落山了 咱回吧 好 陈小草刚到家 后想陈家人 就火急火了的来了 陈小草 你把卖人身的钱拿出来给我 凭啥 换做从前 都不用陈富贵亲自上门药 陈小草前脚有了钱 后脚就屁颠屁颠的送到自家 凭你是我生的 你必须得养着你老子 呦呦 我可没你这么横的老子 法了天了你 老东西 我这就是法了天了 我告诉你 我卖人身的钱 是给我两个闺女攒的 谁敢拿 我就剥了她的手指头 你敢 陈富贵 你不信就试试 陈富贵看陈小草 真有批了她的架势 躲躲缩缩起来 你 你给我等着 我叫我儿子去 叫吧叫吧 看你能叫出什么有种的了 陈小草搬了个凳子 坐在院门口悠闲等着 不一会 陈富贵带着几人来了 小草 听你爹说 你卖了五十年的人生 这得不少钱吧 一百一十块 小草 你看 你那两个侄子还要读书 你三弟还要娶媳妇 这都是一笔钱 你以前最喜欢帮衬娘家了 要不 你拿一百块过来 郭金花 你这算盘打的山上的狼都听见了 你这什么意思 郭金花 你还真敢开口啊 一百块 你哪来的脸 我是你娘 我问你要钱咋了 你要我就得给 一个老东西 还真当你是碟子菜啊 我告诉你 我陈小草 不做凡圣美 谁敢吸我的血 我这把斧头 就把他的脑袋剥了 你 你竟然想杀你轻娘 陈小草 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 我今天就起爹娘好好教训教训你 陈小草 直接对着陈根生的手 滴了上去 陈小草 你真砍我 砍的就是你 我这把斧头 这总算是贱血了 我就问你们 还有谁 你们两个缩在那里干啥 给我上 我就不信了 我们四个老爷们加起来 还制服不了一个丫头骗子了 陈小草目自欲裂 举着斧头就砍了上去 吓得几人屁鬼 飘楼的跑了 怂包 王二柱假装出来打水太热了 没想到全被陈小草给吓跑了 接着他看到更恐怖的一幕 母狼嘴里 召着一根血淋的胳膊 看样子 母狼把陈根生的胳膊给咬断了 饭得漂亮 母狼给陈小草看了以后 转身就走了 王二柱下得赶紧溺回房间 眼看到午饭时间 陈小草去了厨房 哇好好吃 娘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 好好吃啊 娘真的好好吃 娘我还想要吃 我也想要吃 好你们吃吧 不过要留点汤汁 不然等一下没有西红柿菜汤拌面吃了 村长正好经过 看到院子里面桌子上的那一盘子西红柿炒鸡蛋后 好奇的走了进来 臣竹 尽力 你们在吃什么 村长 我们在吃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 这是啥 是我娘亲心懂出来的蔬菜 就是那个 这就是西红柿吗 奇怪了 咋从来谋停过 村长 吃饭了吗 吃过了 小曹 两孩子说这是西红柿蔬菜 对 我咋从眸停过呢 我第一次见 村长 不瞒你说 这是我那天从山上找见的 我一开始也怕有毒 但是我在山上 看见有兔子抱着啃了 兔子吃了也没事 我就想着 咱吃了是不是也没事 就把它从山上挪下来种院子里了 挺好吃的 村长 你也尝尝 村长看两个孩子吃得香喷喷的 忍不住尝了一小口 好吃 很好吃 这西红柿 吃起来有点酸 但是酸的不厉害 喝鸡蛋超一块更好吃了 要不是这两烧 我一个人能吃万一打盘子 村长 你放心 这西红柿熟的也快 等明天 那些带点红的 就全变红了 当变得特别红以后 就能摘下来吃了 这么说 那些绿的不能吃 应该是不能的 我在山上 看见那两兔子吃的时候 一个兔子吃的是绿的 吃了以后就晕过去了 我想着 这果子绿的时候 应该是有毒的 红了以后就没毒了 我想 这就跟咱的枣子 淘在一个道里 绿的时候没法吃 红了就能吃了 原来是这样 这羊苗上西红柿还结了挺多的 还有其他凯乐华的地方 是不是也能结过 对 一朵花一个果子 这羊苗现在还在网膏里长了 我看了一下 差不多这么一个羊苗 能至少结五十多的西红柿 这么多 那 那这要是多重一点 今天夏天 就有很多西红柿吃了 你在山上那了发现这羊苗了 还有没有其他西红柿庙了 我就发现这么一种 不过 我已经开始弄种子了 要是弄成了 就能种了 真像你弄弄成 我也弄斩你的广 吃上这好吃的西红柿 村长 你放心 要真长了 我一定会告诉大家的 翻越后的女人 要为自己活 但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 若是能为民生做点贡献 也是好了 你爹现在都这样 你还给我吃这种没营养的东西 我能好起来吗 爹 我也想给你好的 但家里没钱了 我啥也买不上 我以前光是个头疼脑热的 陈小草都会给炖鸡汤 现在别说是鸡汤了 连鸡毛都没有 陈小草这两天吃的啥 吃的兔子肉 猪肉 面条 今天还吃了西红柿炒鸡蛋 啥是西红柿 就是陈小草新弄出来的一种蔬菜 这会儿正弄肿子了 说要是弄成了 就给村民们种 那有没有咱的份 娘 哪有咱的份啊 现在别说是陈小草了 就是村里其他人 也躲着咱 嫌咱不厚道 厚道厚道 厚道能当饭吃 二住 老大没了 你爹又成太监了 陈小草也不管咱了 咱这个家 可就指望你了 李凤萍看着这一幕 心里堵得慌 一个太监 一个全身都是伤的老太婆 全都指望你一个人养着 这以后的日子可咋过了 我可不想跟着你受苦受穷 这一切都是陈小草害的 他不是想靠着西红柿成为全宗楷模吗 我们就亲手毁了他的西红柿 对 你说的对 有狼有咋样 再羞恨的狼也是怕火的 李凤萍和王二柱一合计 王二柱觉着 这是的好法子 那你赶紧爬梯子上墙 把火把扔过去 一把火全烧了 明天吧 反正这也不急 李凤萍还想说什么 王二柱已经睡着了 一个太监 两个废物指望不上 关键时刻还得我来 半夜的时候 李凤萍悄悄出了屋子 顺着梯子爬了上去 接着用力一扔 我把被扔到了东院 哈哈哈哈 陈小草 我看你这下还咋办 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李凤萍慢慢往梯子下面爬 突然脚下一滑 整个人摔了下去 陈小草突然听到狼叫 赶紧跑出去 着火了 着火了 左邻右舍赶紧提着水冲了出来 陈小草和众人联合把火室扑灭 还好是院子外面着火了 这要是院子里面的菜地着火了 那可就完了 好端端的 怎么起火 又在这时 陈小草注意到了被浇灭的火吧 太样子 是有人故意放火 可是为啥放火 还放院子外面去了 又在这时 王二柱尖叫着 抱着李凤萍 从院子冲了出去 陈小草赶紧走了过来 看到一个梯子 地上还有一大滩血 难道是李凤萍放了火 只是他没扔准 扔到院子外面去了 下梯子的时候摔了 肯定是这样 这里凤萍 一天天的劲不干好事 也不说给肚子里的孩子积德 这一伞 孩子还不一定能保住了 我治不了 你去省城吧 被孙郎中拒绝后 王二柱又着急的去找村长解驴车 王二柱 刚才那火给你家又没有关系 村长 我不知道啊 我一直在屋子里睡着 那你家院子的这体子只砸会是 打完上的 那凤萍怕体子干什么 这 村长 你等我回来再说行吗 现在关键是要保我儿子 村长做人不能像陈小草一样 有怨报仇 有仇报仇 眼下 人命关天 他不能坐视不理 只能先让王二柱用他家的绿车 孩子肯定保不住了 现在要把孩子娶出来 孟郎中 我儿子现在六个月了 娶出来还能活吧 王二柱立刻拿出五十块 孟郎中 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了 你一定要救国 孟郎中没有告诉他 当才给李凤萍把麦的时候 已经没有他儿的心跳 孩子已经没了 但是大人还有气息 他担心王二柱放弃大人 怎么样 我儿子还有气吗 孩子已经没气了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王二柱往下一瞥 愣住了 没有小吉吉 是个丫头骗子 孟郎中 咋是个丫头骗子 我之前说了 剩下来才能治疗蛮女 师父 不好了 产妇血崩了 女娃 咋是个女娃 早知你是个女娃 我就不拿钱救你了 你可真是个赔钱货 那能咋办 再怀呗 你花了我的钱 最好保佑我下一个是儿子 半个时辰后 孟郎中被徒弟扶着走了这 我媳妇咋样了 还能生不 孟郎中摇头 为啥 缠腹血崩 子宫也留不住了 没了子宫 也就不能生孩子了 不过好在捡回了一条命 啥啥啥 以后不能再生娃了 不能生娃还救她做啥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娶媳妇 就是为了让她传宗接代 给我生儿子的 现在连个丫头骗子都生不出来 我还要她干啥 把钱还我 为了救她的命 我给她为了三年线的人参躺调气 又砍了脸带人参的腰放 钱已经用完了 谁让你用完的 不是你让我一定要救活的吗 我是让你救活我儿子 不是让你救那个生不了娃的贱人 我要退腰 腰已经配好了 不可能推 你哪里要走啊 你 你 你这个奸商 我要去告关 孟郎中懒得李台 叫人把李秀平抬了出去 王二柱看着地上昏迷不醒的李秀平 把他扔在原地 赶着旅车回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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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